字幕志愿者 李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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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刚最近看到romago 这个品牌推出了gundam 高达系列的限量表 就顿时就联想到 进攻seco 前两年推出过的gundam 高达的限量表 那之前由于太火了 所以基本上没机会给大家拍到 进攻seco的那个 gundam那个高达的限量表 那现在竟然这个romago 有在马来西亚 Sunway Pyramid里面的这一间 Brilliant Watch的这个表店 可以亲眼目睹到 所以就借来和大家拍拍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支表的全名是叫romago Gundam Military Collection 高达军事系列 代号为RM112 设计灵感是来自于 经典角色的形象高达 在设计中运用众多高达 角色元素及故事性 搭配上现代瑞士 就是机械机型的精密 大胆创意 向保护地球的 经典IP致敬 在这里可能有些人 不了解高达这个 故事的起点 毕竟小刚个人觉得高达这个 故事线有着多元素的 穿插 所以小刚这边先来一句 高难度的动作 来为大家更懂 高达的这个故事 那自身的老铁就 不要插小刚了 简单来说就是 深处地球的人类 和知名宇宙的人类 透过使用巨型机器人 作为武器 去达到各自的政治理想 以及实现妥协的战争悲剧 当中涉及统一 与独立 反抗与服从 以及人类演化等等 这个就是他一点点的 这个故事的这个起点 那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表盘 这款RM112BU 采用这个RX782的这个 远祖配色 以蓝色为主题 再以红白黄三色衬托 这个蓝宝石表径覆盖 一层有色的这个透光物料 所以隐约可以看见 这个裸空表盘之下的 瑞士机型部件 这点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因为不会给人感觉 所以好像那种一成不变 这样子啦 所以这点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而另一款军用风格的RM112SD 采用沙漠色配色 让佩戴的朋友彰显出硬朗的风格 这款我个人是最喜欢的啦 因为它有两款嘛 所以这款沙漠色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引人注目的小秒针 也不走寻常路 以这个地球联邦军EFSF 标志为秒针的设计 高达标志性元素 得以时时刻刻在秒动 非常的厉害 那表科视角的这个星形柳钉 依照这个所罗门之星刻画 以高达故事中著名的所罗门战役致敬 非常的厉害 那表科十点位雷射雕刻 这个EFSF RX782的这个字样 强烈的机械感的这个标示 瞬间点燃这个高达迷的这个热情 真的是很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机械感 那表科底盖采用这个雕刻的这种雷射的这个 这个RX782的这个头像 有这个强烈立体感 以及环绕的这个限量偏好会刻在上面 如果小刚没错的话 机芯应该是采用目前广泛用的这个 SW Slita的这个机芯作为基础 个别只是限量一百只而已 小刚个人觉得自己也比较喜欢是 还附送钢带和胶带 因为它毕竟这支表有 其实是有两个表带一起的 这个就多了更多的乐趣 还有就是表本身的这个PVC透明保护罩 这个是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那小刚我第一眼看的 还以为它是它的这个表科的 这个什么说它好像它的衣服这样子 那如果带着这个PVC透明罩 这个保护罩 带着这一支表的话 我个人觉得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还可以保护好这支表 哈哈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